啊啊啊啊 集合眾多暴雪著名的遊戲角色 眾所矚目的暴雪櫻霸 最近開始了 Technico Alpha 測試 而電玩瘋正是幸運擴邀參加的媒體之一 事不宜遲 讓我們趕快來一睹遊戲的特色吧 目前的測試一共開放了 23 名角色 包括了星海爭霸的主角蕾諾 暗K 破壞神的大魔頭迪亞布羅 魔獸爭霸的巫妖王 全部都是大名鼎鼎的超人氣角色喔 至於每個人物的職業分工也大不相同 有些人擅長直接攻擊 像是吉姆雷諾的技能 可以打穿直線上所有的敵人 還能夠呼叫太空船支援 也有角色適合在遠處支援隊友 例如蟲族的阿巴瑟 他的技能範圍有半張地圖那麼大 還能夠轉移到隊友身上變成移動砲台 不過要是面對面遇到其他的英雄 可就一點反擊能力都沒有了唷 遊戲當中沒有金錢的設定 玩家們不用煩惱怎麼買裝備 來提升角色的能力 想要強化角色全靠等級的提升 欸 這樣的話 像是阿巴瑟這種躲在大後方的角色 不就很吃虧了嗎 哈哈 爆雪硬霸裡最特別的 就是同對玩家所獲得的經驗值都是共享的 這樣大家就不用再忙著搶尾刀囉 而除了升級會提升能力之外 畫面左下角還會出現天賦 讓玩家們來選擇 進一步增強英雄們的能力 至於技能方面 除了大絕招之外 所有的技能都是一開始就可以使用囉 另外爆雪硬霸的地圖 也和同類型的遊戲完全不一樣 不只有三條或是兩條路線 更重要的是 每張地圖裡都還有特別的任務玩法 像是在巨龍峻裡 雙方要去搶奪上下兩個點 等戰局之後 玩家就可以去中央喚醒石像 變身成有巨大攻擊力的龍騎士 輕輕鬆鬆就可以破壞敵人的砲塔喔 而在《亡海礦坑》這張地圖中 事件一旦開始 就要趕緊進入礦坑獵殺殭屍 取得他們的頭顱 取得越多 召喚出來幫忙的巨型骷髏王就越強 特別小看他喔 就算集合了五個人的力量 也不一定打得死他呢 看到這裡玩家們就知道 遊戲中殺人並不是最主要的 而是要盡可能的完成地圖裡的任務 來取得優勢 而且沒了金錢 裝備等需要慢慢強化的要素 遊戲的步調也變得更快囉 顛覆了傳統MOBA遊戲規則的暴選音吧 玩家們是不是越來越有興趣了呢 木窗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